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天氣真的是太好了 像周圍的景觀 山口 樹木球 都看到了 都出現了 對啊 昨天連這邊的鐵山 冷山都看不清楚 結果今天連雲都很少 昨天雲還用沖的 霧都用沖的 像前來南風那邊的雪都變少了 然後雲跟霧都沒了 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今天是週末嘛 這山莊已經住滿了 很熱鬧 所以聲音也很雜 不過很溫暖 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人就很多了 今天是禮拜天 這邊登山 健行人更多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外面平台的塔阿瑪的帳篷 不過現在大部分人都已經上去霸山了 對啊 時間也差不多了 他們運氣比我們好 對啊 也有看日出的啊 凌晨就出發 就聽得到他們聲音這樣子 對啊 我們去的時候是天氣最差的時候 不過不錯啦 今天意外的留下多留了一天 可是就是也看到意外的景色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昨天都沒看到的景 正前方那一座 尖尖的有沒有 尖像金字塔這一座 就是非常有名的能高山 哦 那就是能高山 昨天兩天都看不到 現在終於看清楚 對啊 我們昨天來完全看不到 那現在整個能高的連峰我們都看得到 包含前面的那個卡赫爾能高 後面的能高南峰 都非常清楚 都好清楚 那這邊很多地名就是由能高來命名的 像這條道路 我們叫能高越嶺道 是 我們昨天看到那個瀑布啊 能高瀑布 不是用能高來命名的 都是因為那座山頭 有源頭在那裡 那我們住的這個天池山莊 其實它也非常有歷史 它隨著歷史一直在演變 它的功能都不太一樣 那現在這邊已經有立了解說牌 那有些照片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它原本不是單單吃個山莊給你 對 它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的地方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好啊 好啊 可以認識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歷史的軌跡啊 有 好多 對啊 我們住在這個山莊 你看 這張照片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山莊的狀況 那你再往上看 過去是這個樣子 他們建築都是用木材去做的 對 你看最上面這邊喔 這張就是日本盆蓋的 有點像日本神社現在那樣子 但是他們的格局啊 還有還比較漂亮 你看它的規模啊 還有它的建築工法 都比現在應該 還有 好很多 它這種建築是日式的 它是用檜木來建造 過去它的一個功能 它是住在所 也就是跟我們在前面看雲海保險所一樣 它之前前身也是住在所 那當時它除了住在所 它的一個警備的一些任務之外 那到後來 山地的情勢比較穩定的時候 來這邊登山藍聖人越來越多 所以它也提供這邊住宿 所以它的功能跟現在天子山莊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不管是中外遊客 或者是 國內的遊客都會來走這條很高越林道 所以這邊提供了一個很舒適的一個住宿的環境 所以那時候它就有寫 把這邊稱作能高檜木浴殿 所以就知道它的豪華 有 感覺得到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 這個角度應該從上面 以這住在所為前景 然後倒過去可以看到能高山 可以看到剛好在下雪 積雪的時候有遊客 然後房頂都會有一些積雪 那能高山 我看尖尖的也是積雪 這個景觀真的非常棒 因為住在所通常都會選擇在一個視野 掌握比較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這邊不管是成婚 簡直都是非常棒的 能高檜木浴殿是1918年興建的大型山莊 可以容納100人 裡面有榻榻米河室和浴室 可惜在1930年物色事件中被燒毀 1931年重建 規模和雲海保線索差不多 後來也當作保線索使用 這棟建築在1986年火災燒毀 1993年重建為如今的天池山莊 對古道的行旅來說 天池山莊就像那無所不在的馬海埔富士山 再怎麼世事變遷改朝換代 它就是在那裡 成為古道上的一個地標 一道風景 能高越嶺古道東段 由海拔2802公尺的能高安部東行 經過快嶺保線索 齐來登山口 五甲崩山 天長斷崖 拆天溪吊橋 磐石保線索出花蓮同門 大體上沿著木瓜溪水域下行 沿途以雲海吊橋巨木斷崖景觀著稱 但是路況比西段陡峭 地質更不穩定 道路經常崩塌中斷 如果要去 行前務必多方詢問路況 避免不必要的危險